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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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朋友 你們好 歡迎大家來到VC 和Jason的分宜 我們今天的師年 我叫Roxan 你們有可能的 Hello 各位朋友 可否授聲這個 最大的掌聲 送給我們一位新人 鼓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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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好像去到五、六十來的情況 非常感謝你們的意情 今天要說一說 新人的相識經過 究竟他們是幾次認識的呢 不過在這個故事 開始之前 我還介紹兩位朋友 很重要 一個叫阿東 一個叫Tivoli 為何要介紹他們呢 他們呢 特別是Jason和Vinci的好朋友 亦都是一對夫妻 總之很簡單的 沒有他們兩位呢 大家不需要出現在這個位置 可否送我掌聲給他們兩位呢 非常感謝你們 為甚麼呢 說到2012年的時候 當時有一天 Vinci和阿東的生日 一起搞了一個派對 其實派對 生日派對是其中一個 其實另外一天 是願意介紹一些男生的 Vinci認識的 當時我們男主角 亦都是演唱 很可惜當時是沒有興趣的 首先女生真的看不上 女生真的看不上男生 男生都沒有印象 有這個人存在的 好像有 不過沒有印象 就是這樣 2012年之後 轉眼就到了一百年 就是六年的時間 當時我們阿東和Tiffany 有見兩位 他們兩位依然都還在誕生 不如想想想 又開始發功 又介紹了 又開始安排他們 再一次見面 今次呢 好一點 出來唱K 即是聊天 好像有些話題說 大家開始有一點興趣 可能人大了 成長了 看的東西都不同了 大家開始 對方有一點興趣 那麼一次約下一次 下約幾次之後 本身都是幾個人出來的 開了開車 就只剩下兩個人 那就開始 達入了成功的第一步 除了逛街 看電影 吃飯 也都是做這些 那他做了些什麼 當時呢 英時呢 好像一個人都去做些什麼 行山 跑步 打雨步 球 那麼 我們Jason哥哥 其實呢 跟這個運動兩位置 是完全拉不上關係的 我想他人生當中 應該都是沒有這些存在的 不過 追女仔 很重要的 就陪他去做主動提出 我陪你呢 我OK的 沒問題的 說實話 追女仔最重要的 這一下子就是 整整是 總之陪他做運動 這些事情 大家拉近了大家的距離 開始 越來越多話題 越來越多話題 很快很快 進展得很快 就真正成為了 他們的一對伴侶 那麼 送個掌聲給你們